好 所以我們回來 謝謝大家回來 預期的少一半以上 沒有 好 我們剛才提到說 我需要一次強大重力廠 才可以把剛剛所提的那一物理效應 很明顯的顯露出來 強大重力廠在哪裡呢 所以接下來就要講的就是黑洞 那什麼叫做黑洞 恆星大家都知道說裡面是在核燃燒 那如果說它核反應核燃燒了以後 原料燃燃燒完了 燒完了以後 那這個時候呢 它裡面不再發熱 它沒有那個 沒有那麼強大的力量抵擋住 這個質量自己造成的 往內壓縮進去的重力廠的效應的話 那整個就 因為重力的關係 本身重力關係就開始往內壓了 那往內壓 它如果整個都真的是撐不住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它如果撐不住的時候 那整個就會形成所謂的黑洞 因為它就一路就往裡面 這樣一直掉下去一直掉下去了 那這裡面當然還有一些很複雜的過程 不過我講 重點不在這裡 我就不講了 我就講說 如果它質量真的是太大太大的話 它撐不住 它就變成黑洞了 所以黑洞它是把一大堆的質量 譬如說太陽這樣一個質量 它也許把它縮在一個 一公分兩公分的地方的話 那多可怕呀 那像這麼 在這個小的直徑的半徑裡面的話 那黑洞 它附近的重力場 一定要非常的強了 那所以說 如果說今天 我不要說在黑洞 就在黑洞旁邊這樣 黑洞旁邊的重力場一定也是很強 然後我想說就停留在它旁邊 什麼叫停留在它旁邊 那意思就是說 我必須有一個非常強力的火箭 對著黑洞的中心這樣 一直拼命的噴地噴到我才撐得住嘛 對不對 那這種火箭引擎一定要強到不下跨以後 才有機會抗拒 另外一種比較容易的辦法 相對容易的辦法就是說 你不要抗拒它 你順勢而為 怎麼順勢而為 就是做圓周運動 因為做圓周運動的時候 一方面黑洞想把你拉進去 你想把你拉進去 可是因為你有往這邊的速度 所以你往這個速度之後 被它一拉的時候 就等於是幫你拐彎 幫你拐彎 結果你到最後是在做圓周運動而已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容易 還在黑洞旁邊這樣跟它玩的一個招數啦 好 那任何的物質喔 進入黑洞的半徑裡面以後 就再也出不來了 不只物質出不來 其實連光也出不來了 因為從剛才上一節課的 我們的演講裡面 你看得出來 光的表現其實跟物質 基本上也沒什麼兩樣 它基本上在中立場裡面 該彎它就彎嘛對不對 所以中立場如果太強的時候 連光線都出不來 那一旦連光線都出不來的時候 你想想看啦 假設今天你是物理學家 從來沒有人提出黑洞這種概念 然後呢 今天你想到這個概念以後 連光線都跑不出來的時候 你把它叫什麼名聲比較好 當然是叫黑洞啦 就是空空一坨在那個地方 然後什麼東西都出不來 你看不到它嘛 黑黑的一坨嘛對不對 所以就叫黑洞 所以才會被稱為黑洞 所以黑洞的半徑就形成了一個 事件的地平線 我剛才說 在很強的中立場裡面的話 很可能在某個下方 就會出現事件地平線 黑洞就是 我們就把事件 它的事件地平線的部分 就把它叫做是黑洞的半徑 所以在黑洞的半徑裡面 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們是不知道的 所以這和剛才所說的 等加速火箭後方 形成那個事件地平線 基本上是同樣的一回事啦 所以這邊有一個題外話 我們知道說地球上面的潮汐 是由於太陽繞著我們轉 你可以這樣看 月亮繞著我們轉 他們對於我們的地球外面 這個表層這個水層 它有一些吸引力 想把它這樣拉出去 拉出去 它這樣拉出去的結果 就形成了潮汐了 所以潮汐怎麼形成的 對於地球來講 就是因為太陽或是月亮 在我們的旁邊 現在拉著我們的水層 就把它拉得高高的 這個就是潮汐了 如果說今天 我們是在黑洞旁邊的一顆行星的話 那黑洞它的中立場相對來講 所造的效果應該就會多很多啦 所以如果說那顆行星上面 有潮汐現象的話 它的高低潮汐的差距 就會很可觀了嘛對不對 它利用這個相關 也不過就是重立場 然後各式各樣的效應的話 它把它放進來以後 然後所有重要的 你就要有趣的刺激的 電影裡面的元素 它一樣給人擺到裡面 而用的只有一個效果 就是重立場 那這邊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講 雖然黑洞是黑壓的一片 那你想說那我還有什麼機會 偵測到它嗎 這其實蠻慘的一件事情 你想想看 如果有一天我們要發展 星際旅行的時候 火箭我們可以跑出去很快樂 就跑很遠 那黑洞你什麼都看不到 那你等於是 忽然間我就進去 然後我剛才就說你進去 又生死不明什麼都不知道 而且重立場那麼強 這不是很可怕嗎 但是還好不是 黑洞那麼表面上 你不會覺得它是黑壓一片 其實你有機會去偵測到它的 其實不只如此 剛才我說的是 黑洞很咬人看不到它對不對 可是黑洞通常都不是黑壓壓的一片 黑洞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黑洞它周遭啊 有一些東西在環繞 有一些東西會墜落嘛 因為吸引力那麼大 就這樣墜落下去了 這些墜落物質集中在那麼小的地方的話 一定是你去我我去你 所以它會發高熱 會發高熱的話會發光 所以它會發光了以後 然後整個又繞進去了 那會形成什麼事情呢 那通常因為東西掉進去的時候 通常多少有點轉動 有點轉動的話 它跑到中間吸的小的地方的話 轉速就會快起來了 就開始扁平狀了 就有點像你家裡的那個水槽 你開始放水的時候 一開始看起來不太怎麼轉 可是到了中心的時候 就轉得很厲害了 我們的黑洞旁邊啊 我們認為常常出現的是這個狀況 那這個東西叫做吸基盤 它是會發光的 那甚至還會有所謂的噴流的現象 這是怎麼一回事 怎麼一回事 那這邊是一個示意圖 這是我畫的 基本上這樣告訴你說 中間的這個是黑洞 那旁邊的物質大家這樣繞進去的時候 那繞進去了以後 那開始就變成扁平狀了 這個叫做吸基盤 吸基盤 那這邊呢我這邊還畫 噴流就是從黑洞的自轉軸的這上下方 會噴出很多很多的物質會噴出去 那是因為磁場磁力線造成的 那這個演講因為不再講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把我另外別的地方畫的圖 就把它擺到這邊給你看一下 就讓你知道說 黑洞不一定是烏七媽那一片 你其實可能可以藉由它周遭的那個噴流 那個噴流是非常的強 那個光速那個很亮的這個部分 可以湿到非常非常遠的距離去 你其實可以去推出來 中間可能是有一個黑洞存在的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科學人雜誌下一期 應該就會有我的一篇文章 在跟你講說 黑洞怎麼從裡面偷取能量出來 有興趣就麻煩你去看一下好了 好 除了這裡外 遠方恒星射出來的光線 在黑洞附近的話 其實光線會彎曲 像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一開始的時候 假設黑洞小小的沒有什麼影響 黑洞在哪裡 在這附近 光線本來是走直線 可是如果這樣的話 它就開始關 這個彎曲它出不來 你看不到 可是旁邊這個綠色跟藍色的話 你相機或眼睛在這裡的話 那它背後的一個東西 黑洞擋在中間 它那光線照繞過去以後 結果射到你的眼睛了 不只射到你的眼睛 你發現說 從這個方向可以看見那顆星 從這個方向你可以看到那顆星 而且繞得比較彎的這個 通常它一定要貼著黑洞比較近一點點 因為它比較彎比較彎 它彎比較彎 它彎比較彎一定要離黑洞比較近一點點 所以在看黑洞的時候 常常有機會看到 起碼看到兩個對角的地方 有兩個星星的形狀出來 而且其中一個是比較接近黑洞 一個離黑洞比較遠一點點 你可能會見到這樣的情況 只要有重力場很強的話 中間擋在那裡的話 常會有這樣一個現象發生 那你當然也會想到 你可以這樣繞彎這樣子 有沒有可能有光線 你可以用好幾條線 結果再繞一圈以後再過來 或者是繞了378圈以後再繞過來 有沒有可能呢 都有 都有 理論上是可以有無窮多個這種影像 可是那些影像的話就變得很弱很小 你其實是分辨不出來的 所以常常第一個你需要注意到的就是說 黑洞旁邊繞的影像的話 通常起碼有對頂的兩個 一個比較近一個比較遠一點點 那等一下我會給你看動畫 你就會看得到這個效果 所以在適當的條件之下 這個我們把它叫重力透鏡 這個重力透鏡會有聚焦放大 產生多重影像的效果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棒 天文學家現在是真正的在利用這個東西 觀測宇宙 為什麼呢 因為它就像放大鏡一樣 所以黑洞這種重力場這麼強的東西 這樣扮演一個很有趣的角色 不只黑洞 還有只要質量夠大的一些東西的話 大概都有辦法做這種事情的 所以重力透鏡 所以它等於是我們在地球上面 老天爺在宇宙很多地方 就擺著透鏡透鏡擺在那個地方 光劍從那邊射過來以後 它就幫你聚焦幫你放大 宇宙自然存在放大鏡 讓你去看宇宙 老天爺對我們真的是非常的慷慨的 重力透鏡提供其他另類的有用的工具 現在給你看見動畫 怎麼是在Wikipedia裡面拿出來的 但是後面它其實這是假的 這是電腦動畫做的 後面它其實就是擺著 我們的太陽系的中心的那個圖片 然後你假設它在背景 推動在這地方 通過的時候那光線你看 這邊出現這個有沒有 那你同時看見了兩圈 這邊不要再重來一次 你可以看得到 你起碼會看到兩個 它到開始比較接近的時候 它比較接近 這邊看起來比較彎 這邊就可以出現了有沒有 起碼你看到兩個形狀 起碼看到兩個 那為什麼看起來好像是 它把它推出去一樣呢 從我剛才一開始給你看了 有綠色藍色那個曲線 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本來是直直到你眼睛這樣就好的 它一彎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髒腳髒出去了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這個形狀 開始接近黑洞附近的時候 把這個形狀反而把它推出來 把它擠壓 擠出圓圈莊的東西一樣 所以愛妻爺爺爺如果看見這張照片 他一定會 你看這是一個笑臉有沒有 這是一個笑臉 這是真正天文學家最近才觀察到的 這每一個每一個其實都是一個形狀 都是它的背後的那個形狀 好現在我們在中間這個圖 假設這是一個質量很重很大很大的一個星球 它故意用一個看起來像地球的東西 今天你看你才看得出來 然後它的視覺效果是什麼呢 就是我現在是火箭開始接近開始接近 然後你發現什麼 在它旁邊的話好像把東西推開對不對 為什麼看起來像把東西推開 其實就是因為你開始接近它的時候 光線要射到你眼睛的時候 從背後要射到你的眼睛 或從旁邊射到你的眼睛 它會受到萬有意義的吸引的關係 它角度開始改變 角度開始改變 本來是這樣射到你這邊的話 它現在又彎了以後好像是張開來了 張開以後好像就把它推出來了一樣 而且呢你可以看到有對稱的 有對稱的有對稱的有沒有 有對稱的原因就是我剛才說的 你起碼都會看到背頂的兩個 一個比較近一個比較遠 這是最起碼的現象 這是繞轉 所以現在這怎麼繞轉 現在這個繞轉的方式是 所以你看中間這比較知道 我等於是火箭從這邊繞著這個做公轉 讓它軌道做公轉 所以你看起來就覺得好像是地球這樣 這個星球是這樣轉的一樣 可是你看這些星星 哇好複雜啊 你看不出來到底在幹什麼 因為你看看 一開始看這東西 你一定會搞得很慘 你如果從來沒聽過這個演講的話 你直接看星際效應的話 你就覺得這蜘蛛在畫什麼了 我現在解釋給你聽 現在這邊而且你看 好像有好幾圈 有些順轉有些反轉嘛 對不對 怎麼會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現在把它放慢了給你看 真的慢速的 慢速完底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剛才說的 它有對頂 對頂有沒有 那對頂的話 那為什麼會出現 有些是順轉 有些是反轉呢 那其實就是因為 我剛才說過嘛 我剛才不是畫的 綠色跟藍色兩條線嗎 他們的運動其實剛好都是顛倒的 他們運動剛好顛倒 所以說如果說我今天 我剛才說有些是繞一圈 有些繞兩圈繞三圈 才視得到你的眼睛 他們這個繞的圈數 繞一圈跟繞三圈 是屬於同樣的一層 繞兩圈繞四圈 它是反方向的 所以你等一下這邊繞著轉的時候 偶數圈跟單數圈 他們這些相對於你的位置 剛好顛倒 這就為什麼你那時候看的時候 會發現說 有些好像是順著轉 有些是反著轉 那現在這個動畫的話 因為就是電腦動畫給你這樣看 你比較容易看得出來 到底發生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鏡子黑洞附近的視覺效果 其實就類似 剛才這個不是真的黑洞 它是一個質量 質量跟黑洞可能一樣大 但是它可能還沒有陷到那麼裡面去 所以你還可以看到那個星球 鏡子黑洞效果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轉動中的黑洞呢 轉動中的黑洞 有自轉的黑洞 跟沒有自轉的黑洞 它們今天的差別是什麼 它們差別就是 你怎麼知道有一個黑洞在自轉 它悟心媽意你什麼都不知道對不對 沒有關係 你如果送一個東西進去 你本來是一個沒有自轉的黑洞 你送一個東西讓它吸進去的話 它就直接墜落了 支持了墜落 可是如果它有自轉的話 你送 就算你一開始直直的這樣送進去以後 結果黑洞就開始會帶著它周邊 它跑到附近的時候 會帶著它就開始這樣繞起來 會開始繞起來 所以它這樣直直進去以後 然後就開始繞 越接近黑洞就繞得越厲害 它只是會有這樣一個效果而已 所以剛才所見到的那些光學上面的現象 首先要光學現象 對於這個自轉黑洞來講 它就是你等一下迎著這邊跑過來的時候 一邊是順著你一邊是逆向 所以它左右看起來的影像就不對稱嘛 看起來就是這一點不對稱而已 要不然其他效果跟剛才那個 這個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星際效應最大的視覺賣點 其實不是在這裡 因為蠻慘的 因為你剛才看到就是 你如果只看星星的話 就是順轉反轉順轉反轉 大家看著一個頭兩個大不妖在幹什麼嘛 對不對 所以它如果拿這個來賣的話 影評人大概也不曉得你在演什麼東西 那怎麼給你奧斯卡金香講 對不對 你要不讓影評人看得懂的嘛 對下面它的最大的視覺效果 其實是靠吸機盤 靠吸機盤 好我現在簡單的解釋一下 簡單解釋一下 所以星際效應其實提供給我們一個後見之明 什麼意思齁 重力透鏡的效果 使我們可以看到吸機盤後方 所以啊 這邊是吸機盤 你可以想像到一個黑洞像一個球 一個盤狀的東西在這個地方 可是啊 本來黑洞應該都擋住對不對 吸機盤我在吸機盤後面 黑洞擋在這裡已經見不到 可是問題是呢 吸機盤上面它都發光 它發的光 有些光線從後面我這個地方 黑洞它光線會繞過它 因為光線它可以讓光線曲折嗎 它繞過去以後伸到你的眼睛 所以你反而看見吸機盤的後面 你看到以後你的視覺的效果 已經直接把它詮釋成 好像帶著一頂亮亮的帽子在這個地方而已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吸機盤的後面 這個是吸機盤的下面 因為你現在是在比較上方 偏上方一點的 在吸機盤比較上方來看它 所以我從下面的吸機盤的後面 因為我光線繞著黑洞的後面 這樣出來給你看到 但是上面跟下面就不太對稱了 那你可能覺得說哇 星際效應它果然把這個效果都做出來 以前的人從來不曉得有這個現象 錯了 那這邊我的那位指導教授 他其實他很誠實的地方就在這裡 他說他第一次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本來是沒想到的 沒想到 但是他說 可是你看到答案的時候 你就想到很容易嘛 當然當初就應該想到這件事情嘛 怎麼會沒想到呢 所以這些藝術家他們做電腦動畫的時候 按照這位老師這位教授他的數學工事說 光線要怎麼跑怎麼跑 他們把他放進電腦裡面算出來 算出這個形狀給他看 看完以後他就說懂了嘛 這本來就應該是這個才對 解釋方式就是我剛剛那個解釋方式 其實學問真的是很廣很廣 我的這位老師他其實做黑洞做了幾十年 早就這方面專家 但他仍然不可能勝利所有的東西啦 學問真的是無涯 其實在這部電影之前 其實就已經有人做過了 等一下我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運作原理我再重講 黑洞擋住了中間的區域 但是吸激盤的部分光線 可以繞著黑洞的上下 跑到你的眼睛給你看到 所以你才會看到吸激盤的後方 跟他的下方 你看看到就是他的上下緣 其實在1990年喔 1990年的時候 其實歐洲已經有一位物理學家 他做的動畫 當然是比較簡單一點 他就給你看這個東西 就已經做出來了 只是可惜 我的指導教授他原來不曉得這件事 我給你看一下他所做的 你看他現在就把黑洞質量 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讓你去看吸激盤 他現在是一環 讓他所造成的效果就看得出來了 那後面的光線現在黑洞質量越來越強的時候 他的那個吸激盤越強 光線就越可以繞 所以你看到變形就變得越厲害 所以這個形狀其實1990年 其實就已經出現過了 好 不只如此 今年是廣義相對論 100年全世界在慶祝 不只如此 今年還是光學年 全世界聯合國公定的 全世界的光學年 所以在這一班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光學的現象 科學家最近也成功利用了透鏡組 發明一個讓我們有後見知名的隱形斗篷 運作原理跟黑洞剛好顛倒 所以我先來講一下 他最簡化最簡化的原理 所以原理就是說 你看黑洞所做的事情是 黑洞擋在正中間 但是光線呢 從後面繞過黑洞讓你看到 那他現在所做的事情 是剛好顛倒 所以我再重看這個動畫 這邊有一個圖透鏡 這邊有一個蘋果 這邊他射出來光是在這個地方的 他射出來光的話 你從這邊如果有眼睛看的話 會覺得好像蘋果的虛項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邊沒有真正光線 所以我拿一個物體擋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表面上你會覺得 物體不是跑到下面去 應該擋住光線嗎 你錯覺 你認為應該要擋住光線 可是你實際發現說 這個物體是擋不住那個光線的 所以這邊所做的事情剛好顛倒 這邊所做的事情是 這個隱形斗篷所做的事情是 把光線全部集中在靠中間 他因為光線全部都集中在靠中間 那旁邊的話 就有自由運作的空間 你物體放到那個附近去的時候 其實擋不到光線 因為光線被你集中了 被你集中以後 最後再放出來給你看 所以你就覺得 擋著那個隱形斗篷的效果就出來了 這是一個很妙的一個想法的 好 那這邊 其實你如果知道我剛才這個說法的話 自己在家裡就可以變形玩一下 這是我昨天臨時趕快錄起來給你看的 為了你們的演講跟錄住的 看一下 給你看 這是電腦螢幕 有個暗閃在那裡 這不過就是平常一個圓柱形的容器而已 裡面我擺水 我現在就把相機 攝影機 就把它整個擺在它的後方 然後把一個物體插進去 插在這個容器的後方而已 你看看 這本書叫做 Wars Einstein Right Wrong Right 到底 Einstein是對的還是錯的 這是很著名的一本書 你看 看起來好像都隱形了 對不對 那本書你看不到它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自己在家裡就玩一玩了 但大家的隱形斗篷 當然沒有我說的這麼簡單 因為你剛才看到我是有放大效果 而且影像還反過來對不對 所以你需要透鏡組 你需要透鏡組 這樣才可以做什麼事 讓它放大倍率變成1 放大倍率變成1 那代表說你看不出來說 有放大縮小的形狀 對不對 形狀就沒有改變了 而且不可以有色散 這就為什麼他們這邊用的 其實都是比較特殊的透鏡 這個特殊的透鏡裡面 可以讓它們有色散的效果 但是你也可以選擇 自己就買便宜的透鏡 擺起來擺起來擺起來 這兩面是同樣的透鏡 這兩面是同樣的透鏡 它們焦距不同 你可以在網路上查一下 它會告訴你怎麼擺置的話 效果就出來了 那實際上它要把物體放在哪裡 才有那個效果呢 你看光線集中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如果把物體插在這個地方 物體從這地方插進去 從這地方附近插進去的話 看起來物體就擋不到任何的影像 擋不到光線 所以是剛才那個黑洞的道理的 顛倒的運作方式 好 那講完黑洞以後 那如果說空間中有蟲洞 那什麼叫做蟲洞 我想介紹一下 因為在這部電影裡面 有提到蟲洞的概念 蟲子叫蟲洞嘛 對不對 可是很噁心啊 很噁心 蟲洞它說的是什麼 蟲洞它說的是說 我可以從這個表面這個地方 不曉得怎麼搞的 鑽過一個你看不到的洞 然後就從另外的表面出來 這裡叫做蟲洞 那我們物理學家 就把這個名詞就借用過來了 所以你在科幻小說啦 不是科幻小說 你在科普的讀物裡面 常常看到的可能是這種圖像 它讀樣什麼 他說這邊是一個空間 這邊是一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 三度空間你畫不出來 所以你就畫平面 當作是你的空間 然後假想這邊有一個 像一個隧道的一個東西 就通到那個地方去了 通常你會看到的 科普書是這樣畫的 那這是連接不同的空間 我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也可以有蟲洞的存在 畫起來可能通常是 畫成這個樣子的 因為這是同一個空間 你看這地方連接在一起 所以我如果從這個地方走走走 沿著正常的空間要走走走走 走到那個地方去 要走好遠好遠 可是我如果找到蟲洞的話 從這邊走到這邊的話 距離就很短 那就是空間中的蟲洞 我個人不太喜歡這種表示方式 因為我覺得那跟實際 應該會發生的情況可能差很多 所以我個人想像的時候 用下面這種方式想像 下面這是我想像的方式 他是完全簡化的方式 那這個完全簡化的方式 他忽略了蟲洞本身 其實因為也有重力場的效應 我先把他忽略掉 把他忽略掉 這樣你懂他裡面概念以後 也要再把重力場的效應 再放進來給你看 這樣你比較容易懂 蟲洞到底會表現出什麼樣子出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這影片也是我做的 但做得很簡陋 你不要預期太多 你在一個房間裡面見到蟲洞 其實應該是這個樣子 正在房間 這個蟲洞其實通到另外一個世界的 你讓他轉的時候 你就其實會看到的就是 他的世界的全部 應該這個樣子才對 所以我現在繞360度給你看 那我進從中給你看 然後你現在環繞的看看 我要將音樂的放置 你看看 你又看見那個衝動了 這個入口其實應該就是 我們在房間的這個 入口那個房間的才對 這次不要跑那麼快了 這次不要跑那麼快了 讓你看到都會說 他真的是 真的是 看見那個房間的那個樣子 剛才還有電視機的那個影像 所以要怎麼去想他 當少數在聖誕節的時候 你弄個裝飾 有時候都有那個金屬 像金屬球那個亮晶晶的那個東西 很會反光的 你如果去看他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他基本上就反射你的房間的 360度所有東西都在他上面反射了 對不對 那你把它想像成說 就是你自己這個空間 整個印到了他的那個球面上面去 裡面的人所看到的情況 就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如果說有裡面的人 他看到了蟲洞的話 看到我們這個世界 看到了 就像是那個金屬球的那個反光的東西 剛才這看起來其實就是如此啦 就是如此 好 那這是 這個是這樣子 那現在呢 在星際效應裡面的話 他當然也裡面號稱有蟲洞 所以他有呈現給你看 那星際效應裡面的呈現方式 那他呈現方式就比較實在 因為他要按照真實的物理公式 去計算光線怎麼跑的 但是 對不起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他是在宇宙裡面 所以他的那個蟲洞 你能夠看到的 再怎麼看 看到的就是另外一個世界 另外一個世界也都是星星嘛 所以你會搞不清楚 你到底在看什麼 你可能會造成這個困擾 那今天經過這樣講解 我希望你比較懂 那其實就是另外一個宇宙的形狀 被你看到了 這其實看起來是蠻壯觀的 所以本片視覺特效脈臉之一 他是政治正確 因為他用的是真實的物理方程式 去算光線怎麼跑的 讓你去看他的 好 問題是在這裡啦 就是說因為看的都是星星 都是星星 都是星系 你也看不太出來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這部電影之前 其實也有物理學啊 歐洲物理學家 德國物理學家 人家也早就做出 比較生活化的 衝動的影片給你看了 只是他們比較不曉得 所以這邊給你看一下 這座做得比我還好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把重力場的效用 一起放進來了 你等一下看的時候 會發現說 又有一圈一圈的東西在那邊繞 就是因為重力場的那個光線 造成 曲折造成的 有一時候繞一圈 繞兩圈造成的 所以你就不會被他搞糊塗掉了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你剛才到了這個世界 好像是法國的樣子 尼斯還是法國在哪裡 那剛才那個building是在德國 我如果沒記錯是這樣子 讓你知道蟲洞的感覺是 一下子跨過去的時候 已經到世界另外的地方去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蟲洞 由於這類的蟲洞 它的兩頭都是開口 都是無限大的空間 因為基本上就是另外一個世界 另外一個世界 所以光線 因為你剛才可以看得到 一定是光線可以通過對不對 可是光線可以通過的話 它是從這麼大的世界光線 要到了另外一個集中在一個 小小的一個空間裡面 然後順遂的又穿動過去 所以中間一定有光線集中 然後又分散開來的那個效果 可是問題就來了 我們知道說 萬有引力通常所做的事情 都是盡量把人家吸吸吸嘛 你比較沒有見到處 還可以把你排斥出去 這樣射出來對不對 所以蟲洞的形成其實恐怕有點困難 因為你必須要有存在一種很特殊的物質 那個物質呢 它好像是反重力一樣 好像是反重力一樣 所以一般的物質 一般物質所存在的空間 並沒有我剛才說光線 還可以這樣散開來這種特色 沒有啊 所以蟲洞的內部需要一些 帶有反重力特性的奇特物質才可以 這個就是困難所在了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般物質 沒有這種特性 所以我如果要製造蟲洞的話 怎麼去弄出這種 好像要有反重力性質的奇特的性質呢 要做這種性質的話 我們知道在量子物理 在量子世界裡面有機會 但是能夠造出來這個量很少很少 存在的時機很短很短 所以要照這個想法來做這個蟲洞的話 短時間內大概是沒希望 那也許將來的文明的人類 也許有機會造出來對不對 我們不知道 但就是說目前實作的可能性是很少的 只有在量子裡面可能有 但是不太容易 另外一種可能性是什麼東西 製造蟲洞呢 就是破斧沉舟 你就是自轉到黑洞裡面去 因為一個自轉到黑洞 理論上面來講 你進去了以後 黑洞裡面有些地方其實是很糟糕的 那個中立場無限大到裡面就溫死了 可是自轉到黑洞 有一個好處是說 理論上面來講 它其實某些地方 其實可以一通一拐 然後就可以通到世界 另外一個宇宙去的 這自轉黑洞一個很奇怪的特性 所以就這個意義來講 自轉黑洞可能可以看成是一種衝動 這樣你到另外一個世界去 那當然雖然是這樣講 也有物理學要認為說 但是那裡面 這個自轉黑洞裡面其實很不穩定 所以你看起來好像是有一個通道 可以通到另外一個世界 那個通道基本上是被封閉的 因為被不穩定性整個給弄住了 你根本不可能過去的 有不同的想法 那這還在研究 還在研究 所以還沒有定論 但是因為黑洞的內部 極重力極強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量子的效應可能不可以忽略了 所以倒過來我們要了解 黑洞裡面那麼小的世界 也很強中一場的話 我們如果不介入量子理論的話 可能是沒辦法真的理解 黑洞會表現出什麼性質出來 我剛才跟你講的 完全都是古典的相對有點理論而已 對於這麼小的地方的話 可能會有點問題的 那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吧 所以我現在就必須透露一下 我們劇中裡面有一位老教授 Brain教授 他一直等整於懷 你說理論都出來了 可是他就缺一些資訊 沒有那個資訊的話 他沒辦法再做下去 他沒辦法預測 他沒辦法做什麼事情 好像一切就是不行 就是好像說白內力氣一樣 他還需要去一步 能走相關的時空理論 要能夠到位才可以 說不定 這是我的猜測 說不定需要的是量子的這個部分 它裡面其實多少也有提到 所以可能是跟這個東西也不關 其實利用蟲洞 空間我剛才說的是空間中的蟲洞 其實利用空間中的蟲洞的話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時光機 利用時光機 我們就開始可以回到過去 我來設法說服你看看 空間中的存在 使我們有機會去撞到出時光機來 這是蟲洞的一號開口 這是蟲洞的二號開口 你剛才都見識到這個蟲洞的兩端了 我們現在假設 這是很未來人類才有機會做的 他把一個很重的星球放到這個地方來 那你知道很重的星球放到這附近 有什麼好處呢 你記得嗎 我剛才說重力場很強的話 這邊重力場很強 這邊重力場很弱 對不對 在重力場很強的地方的話 時間會過得慢慢的 會過得慢慢的 然後這邊的話 時間會過得相對的快 所以把這個星球放到這個地方來以後 你就等嘛 等嘛 這邊等個一年看看 這邊等一年的時候 搞不好這邊已經經過十年了 於是他們之間現在就有一個時間的落差了 有一個時間落差 有一個時間落差 你說這有什麼了不起 了不起是因為 這邊有一個蟲洞 這邊有一個蟲洞 你現在這個是十年 這是一年 所以你如果透過這個蟲洞 我一下跑到這個地方來的時候 你就回到過去了 所以時間 時光旅行竟然就被你做出來 而且是回到過去 時光旅行到未來好像比較簡單 要回到過去是比較難的 那照這種方式就可以 所以你後來把這個 這個地方時間過得滿 這個地方時間過得快 所以你後來再把它移開了以後 那那個時光 時間的差已經造成了 時間差已經造成了以後 如果左邊是現代的時間 右邊就已經是未來的時間了 那你因為有一個衝動在那裡 你可以很快就跨過去 所以你可以從左邊到右邊的話 你就到未來 從右邊到左邊你就回到過去 所以時光機就被你利用衝動就造出來 所以如果空間中有辦法做出衝動的話 那麼再進一步做一做的話 那個空間中的衝動就變成時光機了 這是我們後來理解到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物理現象 好 到目前為止我都用一種沒有學問的方式 弄個動畫什麼之類的 看讀書話 所以說這樣有敗就敗過去了 我現在決定用一個有學問的方法 來講給大家去 所謂的有學問就是故意讓大家看不懂 所以我現在用大家看不懂的方式 來做給你看一下 好 在物理上面我們要描述物體的運動 一定要用時空 因為你要告訴人家 在這個時間的時候 它在空間中的哪裡 這邊是空間 你看看我這邊其實要看的就是兩顆球 對撞 紅色跟藍色球在這邊對撞以後 然後分開來 我只要跟你講這些事情對不對 可是因為我們想要描述說時間 時間在哪個時間在幹什麼 所以我現在在這個圖上面 又延伸出一個時間出來 你看我現在畫這條灰色 這樣掃過去的意思 你對照這個動畫 物理上面來講 在空間上面 我就說兩顆球互相接近 在這邊我就說兩顆球互相接近用這個圖 因為在不同的時間 到這邊他們最接近 他們最接近的時候在這個圖寫電 後來就分開來了 這個是時間軸 這個是空間軸 要讓人家看不懂的就是這個圖而已 如果說這個圖你可以接受的話 那我就沒得賣弄了 因為我底下 我頂多最複雜就這種圖而已 你可以接受嗎 可以齁 好 好 不是騙我的吧 OK 好 那我怎麼進出一個衝動 你看看齁 這邊 我現在解釋這邊的衝動是什麼意思 這邊是空間 這邊是時間齁 我現在同樣的時間 這邊有一條 本來是你在這個空間的人是見不到的 我偷偷把它畫起來 好 這顆球齁 它從這一個地方 從這地方齁 等一下齁 它從這地方過去的話齁 過去 進到這個衝動的時候 它可以接從這地方出來 怎麼從這地方冒出來的 因為它是透過這個地方 繞過上面 這個是衝動 衝動讓它到空間的另外一個位置去 但時間是一樣的 然後它又從這地方又射出去了 所以你所見到的 實際上見到就是 這邊有一顆球 後來射到這個地方來 那原始的時候 我是從這邊射一個球進去 射一個球這邊進去了 你看一進去了以後 它通過那個衝動 直接從這邊又出來 那在這個圖裡面顯示出來 是這樣子 那虛線就代表說 它是進了衝動 然後出來 它是這樣的情況 好 我現在讓衝動 兩端變成有一個時間差 所以怎麼樣呢 這是一個動畫 你看一下齁 一開始的時候 這是之前的時間 越往這邊越後面的時間 所以一開始你看 它們是在同時間 可是我現在把這邊的所有的線 往這邊拉 往時間之前拉 所以我如果從這邊進去的時候 等一下就回到之前的時間了 而且是之前的時間 而且是空間的另外一個位置 所以當我化成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它就製造出了一個時光隧道 時光機來了 所以我現在再重新給你看一下齁 如果我今天出現這樣的情況的話 那會出現什麼結果呢 現在看一下 它從這邊射出去 射進去好像不見了 為什麼 原來是 它時間後來的 之前的時間先到出來齁 然後這邊的話是這邊有一個球進去 所以本來我們都認為說是一顆球進去 然後後來從這裡出來對不對 可是不是的 因為這顆球進去的時候 它是從過去的時間才從這個球出來的 所以你會看到的是 這邊冒出一顆球出來 然後後來這邊有一個球進去 懂這意思嗎 你看這邊出來 這邊的話後來這邊是有一個球進去 這顆球進去 這顆球進去了以後 它經過這個重動 這個重動是時光機 所以它是回到之前 所以它是之前從另外一個洞口冒出來的 這就是比較難懂的地方了 空間中說有重動的存在齁 我們創作時光機就可以從未來回到了過去 那你說 那製造出這個東西那要怎麼辦呢 問題是你如果製造時光機可以回到過去的話 就開始出現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就開始發作了齁 所以我們現在給你看一下齁 我們把它叫做會有古靈精怪的事物跟資訊 最值得注意的鏡頭什麼東西呢 不是帥哥不是美女 你一定都錯過了 我知道你一定錯過齁 你想不出來什麼東西 這個 這是什麼啊 懷錶 片中的這個懷錶是一個古靈精怪啊 那你一定不曉得我在說什麼齁 所以很抱歉 我現在就稍微提一下 這部電影到底在演些什麼東西 來看看故事的情節齁 在1972年的時候 我們年輕的Christopher Reeve 他是一個年輕的劇作家 他發表那個很成功齁 就在一個宴會上面的時候 有一位老太太靠近了他 跟他講說快來找我吧 然後塞了給他一個懷錶 塞了一個懷錶給他 塞那個懷錶給他 塞那個懷錶給他的以後 他講說這到底是誰 也不曉得幹什麼齁 也就過去了 1972年 然後沒多 後來這個老太太就過世了 後來這位男主角去找的時候 才發現老太太已經過世了 1979年的時候 他因為在 因為一個緣故 開車到一個飯店那邊 就住在那個飯店 就看到大廳那邊 有一個很漂亮的女歌手的照片 一打聽 這是二十世紀初期的一個女歌手 超漂亮的 就覺得太好想跟她在一起這個感覺 然後他又剛好知道 有一個哲學系的教授 哲學系的教授有寫書說 談論時光旅行 他號稱是說 可以用自我催眠的方式 就有辦法時光旅行 總而言之 他就設法時光旅行就回去了 所以他旅行回去 1912年之前的話 我們的女歌手在這個地方 於是呢 在1912年的時候 他就利用自我催眠的方式 很成功的回到了過去 跟我們的女主角就碰面了 那他們一起在吃早餐的時候 那時候女主角就說 現在什麼時間了 他就把懷錶掏出來 就給她看 所以你看這個女主角 現在是拿起這個懷錶來 拿起這個懷錶 可是很不幸的是 男主角他掏起懷錶給他的時候 順便又掏出了一些不該出現的東西 那個東西的話 促使他的那個時光旅行的機制破壞掉了 因為他提醒到他自己 他以為他已經回到過去 整個人都沈浸在裡面 沒想到那個提醒了他說 他其實是從未來來的 所以整個的時光旅行的效應 整個失敗了 他回來了 很可憐他回來了 所以他就回來了 他回來以後沒多久他就過世了 因為他想著這個女的身體又不行 整個就過世了 整個都過世了 那這個懷錶不是就在女的身上 他就戴著嗎 他很想念這個男的 一輩子戴著他 一直到1972年 然後他把他交給我們的男主角 這是故事的情節 被我在講以後 這部電影就很難看了 其實故事很好看的 我建議有機會還是去度個錄影再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懷錶 那個懷錶從他的女的手中 老的女的手中交給他 他隨身戴著 戴到1979年 然後戴著 隨著時光旅行回到了1912年 然後他交給這位小姐 年輕的小姐 年小姐戴著他以後 可是男的不見了 所以他一直戴著他 戴著他到他老 又轉交給這個男的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面出現什麼奇怪的事情 這個懷錶是誰製造出來的 不曉得 那這個懷錶很可能 女主角戴著他的時候 最後不小心摳一下摳壞了 然後找個所 找個那個錶匠啊 修一修弄一弄對不對 或是整個都報銷了以後 車禍什麼撞碎了以後 他很懷念他依稀記的形狀 找個錶匠 這重新打造出來 所以那個搞不好是1960年代 哪個時候的錶匠 重新製造出來的 可是形式還都要對 那個形式就是誰想出來的 是女生他憑著自己的印象造出來的嗎 好他如果憑著印象的話 那可是這個設計是怎麼設計出來的 所以這裡面現在問題就很嚴重了 為什麼叫做古靈精怪 因為這東西它的存在怎麼來的 誰知道出來的 你不知道 到底誰想出這個懷錶的設計 你不知道 這個資訊好像是平工自己在那邊流轉一樣 這就是當你有時光旅行的時候 就開始出現這樣一個困擾了 好不曉得啦 這邊我沒有答案 這裡面資訊的產生是個問題 本身物質的產生是個問題 都是問題 所以時光機的存在 你看我們從物理上面 從剛才講的都是物理 告訴你說 說服你說可能有辦法弄出衝動 有辦法弄衝動 我們可能就有機會弄出時光機 有機會弄出時光機 對不起 物理學家就得去面對 這一類很困擾的大問題了 其實有科學家就認真在討論這種問題 不是懸而上的東西 不是只有哲學家在想 物理學家也在考慮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慢慢開始 物理有達到這個境界了 雖然只是少數了 好 物理學家通常討論問題的時候 都喜歡用簡化的方式 簡化理論來重新檢視問題 那物理學家碰見這麼難的問題 想不出來了 白表這裡面構造那麼複雜 怎麼辦呢 物理學家把任何東西都看成球就好了 對現在就用球來看這個問題 所以我現在先來講一件事情 過去學物理經驗告訴我們 使我們相信 只要知道全世界現代的狀態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物理定律 去推算出這個世界 將來會演變成什麼樣子 這算出來很複雜很虛弦 其實沒有 其實就是我們在 從國中就開始學的F等MA 對不對 F等MA所告訴我們 就是說你只要現在把 這顆棒球的位置告訴我 棒球的速度空一下告訴我以後 我有給它什麼樣的撞擊力告訴你以後 你就可以按照F等MA慢慢去算 慢慢去算它的軌跡算出來 那在座我可以坦白跟你講 其實我們很多人從國中時代 就因為這個F等MA 就被它整死了啦 這我們親身經歷過 我們有經驗啦 可是如果時光機存在了以後 就算你已經知道全世界目前的狀態 你也不一定能夠保證 我們可以利用已知的物理定律 來推算未來 為什麼會改成這種敘述方式 你看一下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 這邊有一顆小球都不受任何例 它會靜止的嘛 我們F等MA告訴我 它會靜止的對不對 就算我空間中現在有一個時光機 是這個樣子的話 反正它都沒有跟時光機有任何關係啊 所以你不曉得嘛 所以它的狀態就是小球始終在空間同一個位置 這是一種解 可是中間空間還有一種解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這邊冒出一顆小球 到這邊以後 然後從它回到過去 從這個洞冒出來 所以你剛才所見到 為什麼是先從這個地方冒出一個小球 到底就在這裡 這個小球怎麼來的 是後來的自己跑到那個洞口以後 通過那個重洞 然後通過時光機回到過去的 所以你所見到就是有一顆球 莫名其妙 就在空間中從地上就冒出來 你的詮釋是這樣子 這就是問題所在 為什麼這次問題所在 因為這邊有一個球 它有的很好對不對 怎麼莫名其妙 這邊有一顆綠色的球竟然打它 我把它叫做老子打小子啊 為什麼老子打小子啊 因為我是故意把它塗不同的顏色 但是你看到半天你發現說 這個綠色球怎麼來的 這個綠色球是紅色的球 你現在不要把這個綠色球 你看它走走走到這邊以後 它被綠色的球打了以後 然後這樣走出去 走出去以後 它是繞過這個時光機回到過去 以綠色球的身分出來的嘛 所以它等於是自己打自己啊 所以你看看齁 本來一開始我給大家看的時候 是一顆球如果自己停在這邊 一路這樣走過去的話 沒有問題 這是一種解對不對 可是你只知道一顆球在這裡靜止 不代表你這樣以後 這一顆球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它可能是莫名其妙這邊 有一顆綠色的球過來 這個綠色的球是 未來的自己回到過去來打自己啊 那打自己以後 這個綠色的球從此就留在這個地方 綠色的球就從此留在這裡了 所以這是另外一種可能的解 這是變成另外一種可能的解 那你可以造出另外一種可能的解的話 你就可以造出無窮多種解出來 怎麼樣齁 你回去打它 我回去打你齁 真的更複雜了 你看看齁 打他 結果他在這邊以後很高興 其實他又被打 為什麼他又被打 因為他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又被未來的自己 以紫色的球的形式打著 因為他這樣過去了 又繞著另外一個時光隧道 繞著另外一個時光鏡 又回來打自己 所以他就這樣 你打我我打你喔 不是喔 是你打我 你打我我打他齁 這個是剛才清晰版 因為我剛才把那個時光隧道畫太多了 你可能看不太清楚喔 那其實就是他這樣繞回來 這個綠色又繞回來 這個圖可能是比較清楚的 那你如果懂的話 我再給你看另外一個解 祖孫三代同堂啊 因為在這空間同時出現三顆球 同時出現三顆球 而且都是未來的自己啊 這三顆球其實都是未來的自己 這未來的自己 然後三顆同時存在這個空間裡面 這也是允許的一個解 這也是一個允許的解 所以呢 我想你們回去一定很高興 聽完這場演講以後的話 你什麼都不懂都沒關係 你帶一個訊息回去的話 一定把你的物理老師給整死 就算我們已知自古至今 全世界都只有一個禁止的小球 這麼完整的資訊 沒辦法保證 將來哪一天不會飛來橫貨 冒出一個從未來返回到現在 用力撞擊我自己一下 然後以後又掉入時光去 就有我們的小球 而且如果這個可以發生一次的話 它就可以發生好幾次 這也都會發生幾次 不曉得 你就是不曉得啊 對 學生樂歪了 老師再也不能出題目 叫我算棒球的拋線軌跡 因為根據陳教授今天的演講 這些資訊完全不足 因為你不曉得哪個地方 會冒出一個未來的 我的自己要打我自己啊 你不曉得 所以物理老師以後就沒有 不能過日子了 因為條件永遠不足 不能去解 好 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這其實是很頭疼的事情 我們仍然沒有確切的答案說 這到底要怎麼辦比較好 所以羅羅喳喳的 洛莉巴多講這麼多 我現在很快講一下 時光旅行大家覺得很有趣 所以這邊有一些相關的電影 給大家簡單看一下 1993年有一個叫 Groundhog Day Groundhog Day當初演的時候 其實是一點都不被看好 人家覺得沒什麼 可是現在它已經變成經典名片了 大家覺得哇超棒的 有機會你去看一下 另外就是1995年的 Twelve Monkeys 你看一下 有Bruce Wallace 有Bread Pit Bread Pit因為這部電影 拿到金像獎的配角 Bread Pit Twelve Monkeys The Time Traveler's Wife 2009年 還有最近的一部電影 這去年電影 但是台灣的話 竟然是 我的理解是最近才上演的 這叫做 Predestination 超時空攔截 Ethan Hawk現在是非常著名的 一位男主角 他演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的話 因為現在這樣演 我建議你有機會去看一下 這部電影是我所知道的 我所見過的 人物數目極少 但是彼此互動關係最複雜的 科幻時空旅行 真的會讓你搞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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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細節我當然都不講了 讓你自己去體驗 所以我最後簡單的做個結論 正經八百的相對內 你看起來就是 學術殿堂裡面 沒有人懂的理論 可是現在你把它拿過來 它裡面所提到的 黑洞 有蟲洞 有蟲洞 時光旅行 而這些看起來好像是 你不能夠懂的東西 他所說的這些內容的話 竟然開始跟你這個好奇心 整個是集合在一起的 似乎這些都是可能存在的 另外就是說 我們對他的理解 顯然還有極大的看守的空間 所有的物理研究 大概都是這個樣子的 有一件訊息你可以帶回去的 就是說 科學可以幫助娛樂業 娛樂業也可以幫助科學 實際上 因為這一個娛樂業 所以電影他這樣好好的把這個動畫 把所有這些效果呈現出來給我們看了以後 我相信會激發很多人 對相對人的興趣的 而且我們從來不曉得 真的沒有這樣看過 現在看到以後 覺得原來真的是有趣的 他們實際上還因為弄這部電影 結果他們還寫了學術論文 我的這位指導教授 以及做動畫公司的那些技術人員 他們最近才出了一篇論文 他們現在還在寫另外的一兩篇論文 這樣子 對 可以互相幫助 所以我今天也有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